全州古城在生生鸟鸣中醒来 街边做润饼的店家开始一天的忙碌 除了扫墓拜祭 吃润饼也是全州人过清明 必不可少的习俗 庄建安每天都要起个大早 去附近的菜市挑选当季新鲜的蔬菜 作为一家小餐馆的老板 新鲜的食材对于老庄来说意味着一切 用来煮好热的食材 来煮好热的食材 来煮好热的食材 饼热的食材 切成了饼热的食材 老庄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 大半辈子的味蕾习惯 让他在制作泉州菜方面 始终保留着传统的食材配比 和制作手法 我们这家餐厅起名叫 所谓闽南话叫做QB 这其实有两个深层式的意思 一个是把民间这些丢弃的 或者已经遗漏的一些传统的泉州菜 把它重新撕露起来 向泉州人去呈现 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 这一种家常的味道 泉州的老味道 是当地人不可割舍的回忆 老顾客慢慢成为老朋友 他们会在清明前后 携着家人到老庄的餐馆里包润饼 老庄也会在每年的清明左右 举办包润饼的亲子活动 给孩子们亲身体验传统习俗的机会 我们作为这样一个餐厅 有这样的这种情节 对传统的这种喜好 那我更希望的是把传统的这些 像年轻人 特别是小孩子去推广 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 这一种传统的手工 让他们从小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经历 有一种生活常识 在老庄的餐馆里 无论是小家还是大家 都能围坐在一起包润饼 岁月流转 日子虽忙碌 泉州人却不会忘记吃上一口润饼菜 这也是对家乡味的坚持与传承